这里是三层市的十层公园 以前全身是三层城 现在已经变成了三层市民的游戏的地方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铜像 就像移光的奇马像 当然是有一个非常熟悉的铜像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观赏樱花的棉城 但是这里面也包含了三层市民的游戏感的荣誉 因为当年他们的遍地人 就是这里建造了一个历史上当地最大的民场 三层城 而现在变成了一个普通居民 入城都会经过 悟空也会来看的一个收集的地点 就是一个民场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怕到了三层之后 从三层站走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 可能来到三层城的地方 现在也是日本认定的一百名城之一 现在我身后的是移光的奇马像 虽然这个奇马像只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一个模样 但是呢 这个现在已经成为了三层市民 是民调成为地方英雄的 就是建立了三地区的英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念的地方 这个秩序据说是去摩尼当年 在长谷堂之战的时候 义光带领了一个士兵去追杀 追击 散散军事的那个时候的熟知 那当然 那时候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站在前头去冲杀呢 不得而知 但显然呢 正在 那些英雄 那些市民对于他们来说 当年他们带着士兵去冲杀敌人 保卫家园的那种的形象 是他们一直都保留在他们的脑海里面的 在上一层呢 已经辜负当年的模样 但是呢 到现在而言 算是市民还是本 最上一光的一个 四季 作为他们的最大的一个记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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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